啊 啊 來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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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來了 全 全來了啊 第一啊 楚風第二啊 文東第三啊 文東第三啊 QIU Q 楚風啊 文東啊 麥組第四啊 G 全啊 第五啊 RB第六啊 啊 馬華麗第七啊 小皮匠第八啊 小皮匠 小皮匠太可愛了 小皮匠 哈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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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en第八啊 VVV第九啊 Mark Sun啊 第十啊 Hanker第十一啊 Hanker 好 好 啊 中中中中 尊敬的戰友們好 這是五月三號 五月三號 文貴 報平安直播 你們健身了嗎 你們往身上喝水了嗎 哈哈哈哈 哎呦 你好嘞啊 怎麼樣啊 你們現在 聲音怎麼樣啊 聲音怎麼樣啊 戰友們啊 啊 沐蓝川雞來了啊 沐蓝川雞來了啊 村莫妹妹啊 汗史雄山東人來了啊 ξ尋斯汀哥也來了啊 啊 也來了啊 沐蓝今天最起碼 iz始侍以後了啊 王先生前二十吧 clamps前二十吧 哎呀 哎呦 我的妈呀 兄弟姐妹们好啊 今天因为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呢这个 这个两个视频会议 因为我昨天下午 一点钟以后一直到今天锻炼就没吃过东西 就没吃东西 所以说呢 就一直啊 事实就是 空腹啊 空腹锻炼 这个空腹锻炼 这是教练要的啊 喝一杯咖啡 所以说呢 今天这个教练 今天我录完 我一看我这教练别看了 看非得揍我不行啊 这个我几乎每天都有练 今天是练的平板撑最差的 由于啊 咱们最近在我们那个群里面 大家在讨论平板撑 很多人说我做三分钟五分钟 我是深有经验的 因为这个 这个我的那个教练顾问曾经说 他说有很多人很多人 因为平板撑做出的问题 就这个肩部 就你做的时候吧 你得撑住啊 你不撑住的时候 你就往下塌 然后你还在那使劲撑 俩人墨进 就后背和颈椎会出问题 平板撑到目前为止 是非器械锻炸练中最好的 全神锻炼 我是感同神兽感同神兽 但是锻炼不好会出大问题 所以战友你千万不要 叫公板撑了 然后就屁股是这样的身体 那不可以 要稍微敲起 但是不能这样子的啊 然后可以这样去 这样你单撑的时候 你以为这头脑呢 实际比你双城还累 就这个部分 大家这个你们不知道啊 我这个健身有多大变化 我2011年的西装 这个做定了 这什么情况 又开课了 当个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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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回来了回来了 下来的兄弟姐妹们 回来了啊 回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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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现在的骇客 缅甸到第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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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s第2啊 清天照耀中国第四啊 美格森才是第五 清天照耀中国 射天公啊 第六了啊 Robin 第七了 Don't mate 馬修港 第九 英國戰友 第十 親 溫的 所以說啊 親愛的兄弟姐妹們 我想說就是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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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年做的西裝 結果給我做的放在那裡 我從來沒穿過 前天拿出來了 說 你這西裝還沒穿呢 我這一穿傻了 又長又大 我那時候是94公斤 現在是78公斤 大家去想想 差了幾十磅 主要我這段量是平板撐 是關鍵 一天做兩次 一次25分鐘 最近啊 由於受戰友的某人的刺激 突破了30分鐘 有人要賞我這個卻潮咖啡 太可愛了 所以說啊 這個平板撐很重要 但是我今天 我發現我做的非常不標準 千萬別學活 我也不配叫北美教練 但是我做的那個呢 有幾次就是這個平板撐做成工板撐了 那是絕對不行的 如果我過去的幾年都這麼做 那肯定完蛋了啊 你看我這兒 整個這塊兒 換過多少次皮了 還換過多少次皮了 你看看這個 就在這兒撐著 謝謝親愛的兄弟姐妹們啊 今天啊 是個特別的日子啊 特別的日子 大家可能是沒感受啊 沒有感受都忘了 這個 我就不說我爆料以前了 2016 年以前 2015 年 2014 年 這幾個 5 月 3 號 不知道都是咋回事兒 發生了很多很多大事兒 在爆料之前就是這樣啊 大家也知道我的生日是 5 月 10 號 我們家也是發生大事兒 老是 5 月份 從過去文化大革命 我們家是就 5 月 3 號 也不知道咋了 而今呢 5 月 3 號 就是我弟弟啊 當年過世的這一天 就是過世的這一天 原來是在楊麗受 5 月 28 號 但是呢 由於現在這個年份的問題 有時候就錯到了 5 月 3 號好幾個年 這個有一年就趕到了 5 月 3 號 結果那一年啊 這個發生了驚天動力的事兒 這個 5 月 3 號的那一年 就是我們當時最最關鍵的一年 也是我人生最關鍵的一年 在這很有意思 5 月 28 號經過什麼運年運月 運到了 5 月 3 號去了啊 另外一個就是 爆料以後的 5 月 3 號 2017 年 5 月 3 號啊 大家知道 是我四哥 當時我六哥啊 二次被抓被放啊 就是當時是放出來的 那麼 也是當年 5 月 2 號 2017 年 5 月 2 號 5 月 3 號 我說的 我說 開始咱們報平安直播啊 還有一個就是 2017 年 5 月 3 號 確定了 把我太太 我女兒送回來啊 然後呢 大家也知道 5 月 16 號 我太太 我女兒回來了 後來發生了 5 月 23 號 5 月 26 號 4 號 5 號 6 號 和發生的事,肯定是不成比例的嘛,對吧? 大家應該清楚這個概念 那麼當時啊,那個背後的很多很多故事 現在有些也不能說,適當時間再說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的事情 那個時候的五月份,咱們的郭媒體還不存在呢 還不存在呢 這個,咱們那個時候是被黑,還沒被關 從2017年5月份,就是2017年4月19號,VOA斷播 發紅通,劉彥平,這個還有背後的 最高的大佬親自兩次獲通電話,讓我停止爆料 最後把我女兒我太太送回 然後玩了三槍技,黑幫,就是鄭齊 梁冠軍,在我樓下吆喝 整個海外的就是五類,五毛,還有八毛 進行了圍剿,到處舉著牌子 強姦郭,三秒郭 網絡上大量的視頻出來 造謠郭文貴,沒錢了,完了,馬上被遣返 然後,也就是當時的5月,2017年的5月20號 艾利伯利,帶著這些人和 Joe Lowe,吳征,孫力軍,他們在深圳見面 而那一天去見面之前,他們在,我就是在5月3號 收到了內部情報,他們在美國已經 約了某某人直達白宮,要叫我遣返,或者暗殺 這4月19號發生的事,明天我跟小夏聊聊 小夏和文貴聊聊419,我從來沒跟他細聊過 他老說他背後的事沒跟我說過,我背後事也沒跟他說過 明天聊吧,明天跟他直接聊,大家留言吧 所以在這個5月份當時發生的事情是 4月19號是個其實 然後到5月3號,這個明鏡事實在VOA直播以後 明鏡就在猶豫了,我記得非常清楚 也就是5月3號,和平同志多次提出來 要投資的詳細和我談 如果和平同志你要記得,你就想想今天發生了什麼事 我那天我看了這文件,和平先生和陳軍同志給我的投資報告 我現在想想,當時先要幾千美元 幾千萬美元,然後再要幾千美元 很希望我把博訊幹掉啊 現在想起來都是笑話了,現在還有博訊明鏡嗎? 你加一堆還不如郭媒體那個零頭大呢 這就是實力,這就是真相,這就是戰友的力量 挺搞笑的 那麼當時啊,這個明鏡那時候我就發現了,他已經開始了 他已經開始要出,要價了,要價了,多方要價了 所以說陳小平同志抱著陳,我都不知道啊,你知道啥呀? 人家談錢的時候就不讓你來,我說要小平來就不讓你來 就被你撵出去了,他自己還晃晃了,自己挺可愛的 人家不讓你參丫頭 我不知道,你不知道的都是重要的,你知道的都是不重要的 所以你叫小斑馬 講起來挺有意思,背後實際上那幾天發生很多很多事 從19號有的事多了去了 那麼也是5月3號的咱們紐約時間,也就是這個時間 咱們的上午9點到10點 我接到了這個兩個特別特別重要的電話 這我進行了,真的是叫藍金黃 到現在為止啊,我從那天起跟我家人基本沒聯絡過 基本沒聯絡過,他們恨我的就是 因為家人就在旁邊,就等我一句話 領導說了,文貴咱們是好朋友 這個國家在關鍵時候,從大局出發 以國家利益出發,再有個人利益 你和我夫人的這種老鄉和感情 你把事停下來 我不代表國家了,我也不代表 就是咱們兄弟之情吧 王岐山的事,孟建柱的事 傅政華孫日都會給你個交代 我們家人在旁邊,那你想要多緊張 我說不可能 我的理想要改變這個體制 我的理想就是讓中國人要徹底改變 那,咱們今天就最後一次通電話了 啪,電話就掛了 你說我家人有多恨我 但是,他還是很,還是對象 還是把我倆哥哥放了 其他人就沒放 包括當時的我侄女啊 還有我們的高管啊 楊克森啊 李濤啊 楊英啊 他都沒放 都沒放 這個 再過了 大家就知道了 後來發生了這個深圳 三槍激發 艾利伯地 白宮 鄭齊 梁冠軍 輿論 造勢 Bernon Wu 買通更多人 包括Summer 對我進行扼殺 還有部隊暗局 然後劉彥平來紐約 來了 結果就發生了一系列的事情 717 818 919 叮了光亮就全來了 當時 19大 是他們的核心 我知道他們要修憲 大家要記住 他修憲這事情 我是從五月份就知道的 我兌現了這位老領導的承諾 這位老哥們呢 我說你們要修憲的事我絕不會說 不會說的 而且我說你們也能修成 我說了你們也影響不到你們修 不會談的 雖然這是你們的一部分 到我的一部分我不說 最後這修憲的時候 說老實話大家不知道 最後的局是變了的 沒咱爆料比這還誇張 不僅修憲 他們還有更多更陰謀的說法 在潘多拉盒子打開之前我會說的 另外一個就是特別警告我 不要談我知道的 國安委前籌備的 特別像藍金黃啊 3F方案啊 他們是絕對不讓說的 但是我沒答應他 我說了 真的感謝哈德森研究所把我給 拒絕了我的演講 拒絕了我的演講 在這去之前 我跟建立先生 連朝先生問我他幾遍 我真不想去 能不能不讓我去 我也不相信他能弄成 而且那麼大那麼錢 花那麼多錢 那麼多安保 非來沒拒 結果去了 飛機一亂來說不行了 給拒絕了 哎呀這個搞得很娃力 為什麼呀 我太了解了 如果我手裡沒料 他們就不害怕了 到今天為止說實在話 我真沒有碰到潘多拉盒子 想起當年的5月3號 和2018年的5月3號 2017年的5月3號 和5月2號大家看一看 是多麼的有意思 我們的Snow也是那時候來的 也是5月2號來的 有意思吧大家覺得 人生就是這樣子 就是三萬六千天 不管你運用的時候 多大的飛機 多大的房子 多大的遊艇 多少現金 多少金端 你絕對一個也帶不走 都得燒成灰 你不燒成灰 你也帶不走 沒有一件事可以擁有的 但有一樣東西是誰也拿不走的 就是你的經歷 這個經歷你誰也欺騙不了 因為經歷就是事實 經歷是有痕跡的 我郭文貴從爆料到現在 我有沒有打破一個對朋友的承諾 請大家拿出證據來 我一個沒有 而所有的現在能證明 共產黨當時跟我說的話 沒有一句話是真的 全都是陰謀 所以當時我說共產黨 我列出郭七條以後 黨內的很多高人都覺得我是做得好 而當時我真沒有什麼 周密的考慮 細密的思量 沒有 完全是發自內心的 有感而發 我就根據當時的政治形勢和內部情況 盜國賊這個詞 成了歷史上最重要的名詞 以貪反貪 以警治國 以黑治國 對當時的這個反腐運動 是多麼的生動 現在加上一假反貪 不反國家 不反人民 就是不反民主不反人民 多麼的正確 不受任何人左右 不受任何利益左右 以實現目的 王岐山最想幹的事情 就是讓我們反習 他最大的反反的習 王岐山就贏了 贏大了和孟建柱和孫立軍 我最近老不提傅政華是為啥呢 因為傅政華跟他們是敵對的 他們是想滅了傅政華的 我是很清楚的 我原來放過錄音放過情況 那劉彥平在倫敦跟我說的話 我很多都沒放呢 包括我說一統江湖的這錄音我都有 包括另完成的更多我都有 所以熊憲民這個王八蛋 讓我去當我另完成 當縮頭王八蛋 真的是加混蛋至極 這就是真實的熊憲民 真實的海外民運 真實的衛食 關於另完成的都有 我都沒有說 所以這事實經過我本人 親身驗證了共產黨的 以假之國、以騙之國、生之氣之國 以黑之國、以貪反貪 再也絕不能成為盜國賊、江甲、王岐山、孟建柱、孫立軍的刀子 成就了他們千年的地業 再統治中國一千年 再向我們手裡給要五百年的錢 五百年的權利可能嗎? 所以啊 我從來不說我支持習 我從來不說支持習 我從來不 永遠也不會 但是我絕對不能 我們幫助王岐山和江甲 幫助曾甲 幫助孫立軍 孟建柱反習 我告訴你們大家 你們未來你們會看到 就是我說這幾個人 他的罪行為揭穿以後 那是多可怕 昨天我看了intel做這個節目 我給中國銀行打電話了 新疆這小夥子真不錯 幹實事兒 為啥一提郭文貴的名字 那哥們就傻眼了 就結巴了 就結巴了 在中國的金融系統裡邊 金融撒謊 王岐山的所有團隊裡邊 郭文貴是讓他們一說名字 說郭文貴的名字 爆料革命一切都是剛剛開始 北美教練 只要說我的名字 跟我站那邊 所有人漢堡都立起來 他酒喝不好 叫睡不好 田國立那得多麼恨 多麼怯 很多人愚蠢到啥程的說 郭先生你搞錯了 FDIC不買保險 是不做個人業務 不做外貿業務 你懂個屁 美國那麼多城市 華人最多城市是哪裡 你上網查查 聚集最多那邊是哪裡 他咋不開中國銀行 他幹嘛都開著王岐山家門口去 在洛杉磯 為什麼開到芝加哥去啊 為什麼要開到紐約來 紐約是美國華人聚集 排了前十位之後的 為什麼洛杉磯銀行 都是那些人 全都田國立的人 比監獄管理都嚴 這就是王岐山這個人 和這個江家 他們這個部下的這個局 我說實在話 不管他習有多傲慢 他真不知道 他是個性情中人 說老實說他真沒這個智商之道 他太相信哥們一起了 他把這個國家真的是 說到這兒如蓬小仙 他把國家當成江湖了 國家絕對不是江湖這部分 永遠不會 為什麼 這個我願意看大秦帝國 出秦時代啊 那裡邊就是這老爺子 當時在戰場上中建回來以後 給這個英姬說 包括後來呢 公孫前被割鼻的事兒 用上揚之法 所有的就告訴 國絕對不是家 家不是國 而且這個國家不是江湖 後來呢 張偉宜呀公孫呢 都是沒什麼意思 都是演義了 我深信 我永遠的堅定 國家的權利 永遠不能私有化 國家的遊戲 不是哥們感情 不是江湖 而今天中南坑裡人 所有人都相信的 就是國家就是江湖遊戲 這就是他們講義氣 講家族 把國家給黨派化 黨派給家族化 家族給生殖器化 生殖器給幾個人化 實際上就是一群流氓黑人灰 這是為什麼他給我打電話 我拒絕了他 他接見 見這個中東 某大國王子 給他說 我跟文貴 在2017年5月份 5月2號的晚上 在這紐約的早上 通了一電話 他失去了一個機會 他本回來和我們一起 給改變中國 結果這回 哥們還算是 知道他郭叔是啥身份的 說 你改變不著他 沒有人改變得著他 我們認識那麼多年 從來沒有改變過他 從2017年的5月3號 到2018年的5月3號 再到今年2019年的5月3號 所有共產黨的卑劣 黑暗 無恥 無恥 無知 國家 家族化 黨派化 在全世界演繹了淋漓盡止 一再 一而再 再而三地驗證了文貴的爆料 3F美國 藍金黃美國 國家 金錢和國家利益 國家權利在私有化 民營企業沒有生存的空間 都在給國家化 通過國家化 就像1932到1940 包括到1970年 整個發展過程 大家看到的 最後就是災難 按需殺人 把整個國家私有化 財富 公有化 人民走向災難 挑戰全世界 挑戰世界的底線 完全用黑幫流氓的手段 管理國家 然後宣傳 爹親娘親不如黨親 那個時候最火的就是 反腐 一次次的王岐山 帶領著所謂的 反腐革命 什麼打鐵還須自身硬 這個 與腐敗鬥爭 現在還沒有超過50% 現在已經是超過50% 然後永遠 反腐永遠在路上 不論在任何情況下 反腐都不會停下來 大家從2017年還聽到喊了嗎 你咋不喊了呀 你沒求錢了 你喊個屁 你喊 共產黨這個機構 只要他沒有騙的空間了 馬上就跟紙一樣 跟著名紙一樣 一燒就沒 那麼不值錢 都是名紙 印上一千億 一點就沒 只能當紙燒 要沒錢了 你就完了 所以共產黨 只要是說這個 防火牆沒了 只要是全世界跟他不做生意 也沒錢了 老百姓不是傻乎乎的 勞動給他們弄錢了 他啥都沒有 我跟他們在一起 29年 30年的時間 我見過多少接幹部 哪個總參謀長 副總參謀長 二部部長 我不認識 哪個安全部長 我不認識 你能夠找出一個中國企業家來 能了解他們那麼底細的 你能夠找一個 馬雲了解啥 馬雲了解江家 了解工商 了解電信 他根本不了解這個方面 華為任正非 了解三部 了解軍方 他不了解常委和地方 他也不了解金融 我可以說我是唯一的大拿全拿 因為我是潛入者 不管是軍方還是地方還是安全 還是中聯 還是統戰 還是你常委 我可以說我都知道你們 所以我才知道你是指老虎都不是 就是明指 國內的經濟一塌糊塗現在 大家看看2017年和2018年到今年2019年 中國經濟成啥樣 國內的社會現在維穩 維穩費提高了好幾倍 現在穩嗎 這些道國家族在世界上現在 是越來越厲害 是越來越安全 和共產黨今天的四個自信 你覺得他還真自信嗎 按此速度 共產黨能撐幾天 再想想當年川普總統的當選 馬拉哥的習普會面和這個G2090天以後 再看郭文貴過去所有的爆料和所有的被否定 包括這健身往身上潑水 包括我這雪茄啊 居然有人挑戰雪茄多少錢 任何一個人 你拿著跟我一模一樣的一根雪茄 我給你五千五美金一根 一模一樣的第三方鑑定 我這還有呢 拿著餅乾一模一樣五千五一根 你不來你是孫子 最為滑稽的事情 就是這些共產黨在海外 郭文貴的郭三秒視頻 馬建副部長的認罪視頻 陳氏兄弟的記者招待會 再加上劉承傑冠軍孫瑶 此冠軍不是哪冠軍 此孫瑶不是孫瑶 劉承傑 和陳峰說郭文貴百分之一千都是假的 以及郭台銘當年說郭文貴說你要選總統 他說胡說八道 現在馬魯托夢選總統去了 然後當年我說馬雲將實際控制選過金監獄 和范冰冰和王岐山 包括蕭建華、吳小輝 吳小輝進監獄以前